Compatibility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音节 COM我们念成COM PA念成PAT TI念成T BI念成B LI念成L 最后一个音节TY念成T 中音节我们落在第四个音节 哇这个字的音节可真多呢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Compatibility Compatibility 那Compatibility呢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BILITY这个字 看到BILITY这个字呢 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蛮常见的一个字 那个字呢就是ABILITY 那我们知道ABILITY这个字呢 它指的是能力 有哪一方面的能力 我们英文就念成ABILITY 那我们知道这个字呢 其实是从ABLE这个字来的 又马上想到呢 有一个PIN叫做Be ABLE TO 我们通常会把它拿来跟KIN 拿来一起互换 好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基本上呢 它是可以以ABILITY这个字 字根呢所演变出来的 所以呢 Compatibility 这个字呢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是适合性 或者是相容性 那我们直接看例句 A love compatibility test helps people to see whether they can move further in their relationship 好这个love compatibility指的就是爱情速配的测验 尤其是呢在热店的男女呢 他们对这种东西呢非常的敏感 恨不得呢 那扯出来结果都是100分对不对 所以呢 Love compatibility test就是呢 在爱情方面他们呢 适合性的测验 好他说呢 这种爱情的适合性的测验呢 帮助人们to see weather去看到这一件事 那这边特别要注意到 这边是有一个连接词 weather这个字 所引导的一个名词指句 在这边当作see这个字的极物动词的受词 weather整个就是一个名词指句 我们中文就翻成是否 好可以帮助人们去看看 去了解是否呢 they can move further 好来各位这个片运的同学不妨也记一记 move原本的意思叫做移动 further是更进一步 所以这边的更进一步的移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继续再继续交往 我们英文就念成move further 好在哪一方面更进一步呢 in their relationship 在他们俩我们说男女之间交往 就是一个relationship 好那compatibility这个字呢 其实它是从compatible这个字呢 演变过来的 那同学看到able这个字 马上想到刚刚的那个字 就是able对不对 able就是be able to 就是能够的意思 那compatible表示有这方面的能力 好一样的呢 我们英姐先看一下 compatible 好三个音节 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念成compatible 那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就翻成适合的 相配的 那这个字呢 在我们讲第一句之前呢 Andy呢先跟同学呢 归纳一个片语 这片语呢就念成compatible 特别要注意到 它搭配了介细词 要用with 它的意思呢 就是表示与什么什么相容 我们知道呢 我们现在的电脑 很多的作业系统 有很多的apps 对不对 他们彼此呢 有时候呢 会有相容性的问题 那如果你刚好 手边有一个app 它刚好呢 跟你的手机 或者电脑呢 是compatible 那就恭喜你了 好 所以呢 be compatible with 表示与什么什么相容 来我们来看例句 Dr. Smith couldn't find the blood compatible with that of his patient Dr. Smith 什么意思是医生 couldn't find 他找不到呢 the blood 找不到呢 血液 什么样的血液呢 好 这边呢 它省略掉了两个字 which was compatible with 跟什么什么 是相容的 跟什么呢 跟that 好 这边特别要提醒同学 这边呢 that 指的就是the blood 谁的血液呢 of his patient 他的病人的血液 他病人可能病危 对不对 需要很快速的书写 但是呢 他找不到呢 跟他血型相符合的血液 好 所以呢 compatible with 中文就翻成 与什么什么相容的 好 所以这个字 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compatibility 名词 适合性 相容性 compatible 形容词适合的 相配的 这边 我看了 我看了 感谢观看